这是一个老板的联赛 他排23号对号确实一个12吧 这让老板非常没有面子啊 老板说让我打一个15本就行了 往上一看啊 15本只剩一个15号了 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证啊 这种的话 幼儿园刚出生的宝宝都能三星啊 所以说考虑了一下往上面一滑 哎 只能打7号或者说4号了4号的话防御太高了 那就打7号啊7号的话防御他也不低啊 应该算是全满了吧 法日塔满了没 还差一点啊 差不多大后期了啊 打这个针我感觉还是挺有压力的 虽然说少了一个多重剑塔 但是也是挺难打的 云兵吗 有云兵 那我这一把的话要用一手德鲁超兰 跳两本打他三星啊 技能就这样带啊 这一把飞艇飞对面的防护火箭啊 ok 那我们的配兵没有任何的问题 来直接发起进攻 电两个气球直接飞了啊 应该不会有人坑我这个路线吧 哎呀 落对 云兵三个病人啊 很正常啊 放一个亡灵拿来清边 哎 这里接点女王 让女王往左上走啊 能打掉吗 哎 可以打掉一个头十 这一波太转了啊 这个位置别吃对面跳弹 将冬炮的伤害就好说了 哎呀 这个位置你是真难受呀 哎呀 非要往前面走啊 真难受着 放一个德鲁依拿一下 哇靠正 想把我直接秒了呀 你是真会玩呀 蛮王从这个位置放啊 再放一个德鲁依 石头人扛下伤害 先锁石头人呀哥 龙宝断边 放一个小勇王 别把女王打死就行了哥哥 操杀开一下城墙 ok 不上狂暴 别往上面走呀 哎呀 我是真服了 这个蓝胖了 你别往上面走呀 四个全往上面走呀 你们不要再斗了 节点城墙开超大 再放两个德鲁去前面 呃 增加一下续航 开城墙补上狂暴 这个弹掉的话放正中间 冰冻的话不知道冰谁 南网还有几只三只啊 这边的话再往前面走 补上平坡开金身保部队 上面这个蛮王也不知道打谁呀 给一个猎手把对面的蛮王打掉 这一波的话必须爆掉对面大本 ok 还行 爆掉大本之后是个单头山 哎 这单头这被秒了吗 主编发现有点小部队 放一个论图时候也放一个亡灵弓箭手 然后隐身的话呃 看情况给吧 毕竟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德鲁伊了 女王是有技能的 这一个隐身保卫一下我们的女王 现在应该所有完了 这个走位太差了 弓箭手再轻个边 那这一把的话 帮老板实时打16啊 也是成功拿下游戏的三一轮图甩不紧的 那我是小鑫咱们明天见 拜拜